画面上是振兵渝港全新的观光景点开幕现场 由基隆市霹雳舞协会 跟武士能街舞团队的精彩表演揭开序幕 让全场看得目不转睛 市长谢国良跟文官局长江廷梅 儿少处长林立禅 纵发处长郭宪平 及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还有基隆港务公司总经理高传凯 市议员曾宜芳等贵宾 出席见证这个欢喜时刻 期许透过创新活化 让基隆成为更有魅力的观光城市 市长谢国良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开箱现场 第一次体验DIY挂尔咖啡相当有趣 我们的正兵渔会这一带 将是未来基隆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郎带 所以我们今天在正兵派出所新增了 我们的一个国产的游戏 雷亚游戏的一个Demo 2的一个授权的 一个咖啡文创空间 那未来呢 这边大家可以享受到这种游戏的氛围 然后在顶楼也有无敌的海景 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整个咖啡烘焙的整个过程 跟喝上一杯非常美味的咖啡 那这边也有展演空间 可以给各类的艺文朋友来办活动使用 相信会让来看美丽公车亭 及美丽彩色屋的观光民众 更多一个消费跟这个享受的 基隆美景的一个地点的一个选择 其实呢 因为基隆这边呢 我们咖啡文化非常的盛行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展演空间里面 我们在一楼呢 就有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咖啡的工作坊 那包含呢 就是这一整栋 我们可以看到港景之外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共创空间 然后可以来举办讲座 或是课程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的休憩区 大家也可以在这边 欣赏这个书籍 然后可以稍微让自己缓一下 可以稍微这个思考一下人生 所以其实这整栋呢 你可以一边看着这个Demo2的一个游戏场景 然后同时在整栋的这个每一层 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可以来体验 这样子让来看山看海的观光客 在实际上也有地方可以消费 增加我们的收入 增加我们的就业 所以这一次很荣幸来到我们的 郑冰的这个文创咖啡空间的一个开幕 希望我们一起继续打造基隆市 有更多好的亮点 透过市长亲自开箱这个 由旧建筑活化的文化观光亮点 增加曝光度之外 也邀请更多的游客来体会振兵观光朗带 让振兵渔港更加的好吃好玩好看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